这一生我们不是夫妻,却相爱到永远 有一种爱叫做有缘无分 有一种爱叫思念一生 有一种爱叫身藏在心 有一种爱叫天藏地久 多少人遇到真爱的时候 其实已经太晚了 要不是自己有家庭 就是对方有了家庭 但爱已经入心了,不爱都不行 那是一种情不自禁的相爱 说了无数次要离开 但事实上从未离开 只有越来越爱 常常说好不打扰不联系 但只是隔了两天时间 就忍不住发消息给他 然后两个人隔着手机屏幕 思念到流泪 原来彼此都希望天天联系 这样的期待从未减少 还有的时候你决定真的离开他 就拉黑了微信 但是隔一会儿才猛然知道 原来自己做错了什么 于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把他联系方式找回来 即便就是安安静静看他的朋友圈 不点赞,不留言 就像封过无痕一样 但看到他幸福,有了笑脸 就足够了 也许今生无缘夫妻 永远不是夫妻 但可以成为自己 无话不说 随时随地聊天 成为心有灵犀的人 彼此不破坏家庭 不打扰生活 就这样默默相爱 如果不是真爱 一辈子不是夫妻 却深深爱着 是很难得的 因为时间会残酷地 夺取我们的感情 让我们的记忆 一点一点消失 但真爱入心了 不管多久 都不会减退感情 真爱的人不在身边 就在心上 哪怕一辈子埋藏起来 当安静的时候想起来 好像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爱一个人注定 不是夫妻这样 那么两个人 好好珍惜感情 以兄妹朋友 熟人等关系联系 彼此关注 在最需要的时候 帮助也是最好的爱 爱一个人说 永远是心在爱 是心中的爱 便是永恒 多少人明明在一起 但爱不够深 只是凑合 或者已经感觉到了 爱情的悲伤 多少人相聚千万里 但从未感觉离开 心中总有他 还有的人兜兜转转一辈子 也没有遇到真爱 只是留下一辈子的遗憾 真爱过 不管缘分够不够好 都保持联系 别说再见 别说那些绝情的话 太难受了 也辜负了今生最美的遇见 心中的人啊 这一生注定无缘在一起 但两个人确实相爱了一辈子 今受风风雨雨 都没有说放手 就是到了白发苍苍的年纪 还觉得自己一个年轻人 爱还有羞涩在脸旁 彼此真心对待 从未打破原有的生活格局 只是牵挂了一辈子 苦苦等待一个重聚的机会 心中的人啊 就是无缘夫妻 都要爱下去 如果有来生 还要爱 那时候遇见了 一个未娶 一个未嫁 最好是青梅竹马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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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